我個人同意簽署核四起封商轉的發電 簽署核四起封商轉的公投聯署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高雄市長韓國瑜 第一場國政說明直播就針對台灣棘手的能源問題提出政策 更直接表態永和要在人民同意安全無憂的前提下重啟核四 我們周邊的國家地區這麼多核電廠 也就是說工商企業界的人認為人家一樣有頭腦有安全管制 人家可以運用核能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是比人家笨嗎 比人家傻嗎 不是的 是台灣今天太多問題都犯政治化 韓國瑜找來包括前行政院長詹山正和核能留言中結者 創辦人黃世修等人當顧問 響應以核養率也提出高額電動車補助等改善空屋做法 但核四正義30年所在的新北市 同為國民黨的市長侯友宜認為重啟是假議題 我的燃料棒已經有一半已經回去了 這是事實 我們面對的還有一個核廢料 你有能力處理嗎 侯友宜強調重啟核四存在很多問題 且核能安全沒有妥協的空間 張山正則提出台灣目前燃料數還夠啟動核四一號爐 核廢也有處理做法 核廢料要送到法國去做精煉做濃縮減量 比較好處理永久性的處理 不是現在什麼建造拿得下來拿不下來什麼儲置廠的問題不是的 核廢料可以處理就是一個謊言 怎麼說是謊言 因為上去法國 處理也是買了也是要送回來 環保團體強調所謂的核廢料處理 只是分離出還可利用的物質 人會留下廢料 將發起反核公投抵制韓國瑜的政策 也是新聞綜合報導